里长和明山发现 华侨中学后方的桥中一阶到福州火车站 整条桥中二阶都没有红绿灯 所以他争取在华侨中学后校门 增设暗控式的红绿灯以后 这条路就再也没有发生重大的死亡车祸 一阶到二阶口的红绿灯 就一直到我们福州火车站 这一段距离这么长 就是没有红绿灯 大家抽速很快 小朋友学生上下课的时候 非常危险常常抽货 抽的地点就是 一个地方就是在我们大关国中的后门 就是桥中二阶48项口 因为那个地方有国中跟大关国小的小朋友的上下课 还有一个就是在桥中二阶的100项口 也就是华侨高中的后门 就是这两个地方是高抽货的地方 现在目前这两个地方都争取了 由交通局帮我们设暗控式的这个红绿灯 目前的话解决了差不多将近98%以上的抽货 所以在这里也要感谢我们的交通局帮我们做这些建设 另外因为里内的公车路线少 和平山以积极争取U-bike站的设立 方便学生以及通勤族往来捷运站以及福州车站 使用率都相当高 是社区马路比较小 所以公车它是单向的 所以这个U-bike我争取第一座不够 还有第一座的2.0 因为第一座40个量不够 再增加2.0到再增加20量 最近又增加一次 在我们这个92巷口又增加一次21量 可以直接 去U-bike到我们的板桥府中站的捷运站 还有可以到我们那个福州福州站 就是它是完全是上下班人员 他们的利用的那个 其实利用率非常的高 在环境方面 和平山也相当重视 在里面经常休闲的公园或是步道附近 都设置有狗便带 方便遛狗的民众可以随时取用 一起维护里内的环境 记者游文宜 板桥采访报导